兔妹妹 你准备好了吗 这次就让你先开 别一会儿说我欺负你 不就是开之爷幸运方块吗 等一下看我拿到神器怎么揍你 哎 啥情况 怎么开出来的都是土块呀 这不会都是假的盒子吧 不对 原来东西都到背包里了 好家伙 连个显示都没有 小米 这不对劲啊 为啥我这边开的都是一些吃的呀 嘿嘿 这下不得瑟了吧 感觉开这个幸运方块就像在拆盲盒一样 关键是连个提示都没有 而且这上面还有刷新倒计时 不管了 先一口气全部凿了再说 小兔子 你在干啥呢 给我下去吧你 臭小米 又来暗算我 有本事你别跑啊 不跑就不跑 直接被烧死了吧 我先接着走咯 这边怎么还有不一样的方块呀 哇塞 居然能开出来一个满级的霸主魂巫 这也太happy了吧 哼 我也来了 就你那手气 来了也没用 小兔子 你倒是速度快点呀 我这都已经迫不及待的准备揍你了 哎哟 看把你给嚣张的 开出来一个满级的霸主魂巫就了不起啊 那是当然 顺便把这些东西都放在箱子里面 然后继续来凿幸运方块 看我一会怎么扭到你怀疑人生的 趁着这边还没刷新方块 赶快把这边不一样的盒子全部都给凿了 看到没 这好东西快要拿到手软了 这不公平啊 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看我直接瞄准发誓 嘿嘿 小兔子 慢走不送啊 可恶 这根本毫无游戏体验呀 哎呀 居然还敢把我拉过来 这不是找着挨揍吗 哇塞 这边的空岛上都是红颜色的方块 让你走 给我过来吧你 哎呀 真是没完没了了 给我凉凉吧 看到没 我这运气 轻轻松松就收集了一套钻石装备 我骄傲了吗 小兔子 我看你还是赶快认输吧 哼 我就不相信我开不出来好东西 你这勇气可佳 但方法不可取 再接着给我凉凉吧 嘿嘿 小兔子 就问你爽不爽 臭小迷 我还会回来的